我们也力争能够在今年的三季度 实现建设30万个5G的基站 覆盖全国所有地势城市这样的一个目标 资费我想在5G时代也是丰富多彩 也会改变过去单一的 以语音的时长流量的多少这样的模式 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种资费的方式 当然我们首先是基于给客户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应用 比如说按时长按切片按速率等等 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让大家能够用得起 用得好用得上 我想有一点可以明确 就是5G的如果按流量单价 应该会越来越便宜